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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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微風 今天來教學一下 就是我手上帶的這一條 求生手鍊 那因為每個人的手有出有細 今天就是來帶大家 如何調整你的求生手鍊 首先我們就要知道如何去拆解它 我們去找它的接頭 因為它必須要靠斬繩去做綁的方式 把繩子全部捆在一起然後壓縮 所以說它一定會有一端是最後的結束點 就是我們最後完結點是在這個位置 怎麼拆呢 首先要把它往後轉 拆到最後一結的時候 這個地方很重要 它其實很簡單 它就是利用A點 直接繞過它底部這條線 類似像半結的方式 然後往後拉 拆一半好了 這個繩子在這邊 然後它是從這一條有沒有 繞到底部 繞到底部有沒有 這條 拉回來 想像從中間這條不見有沒有 好 就像我們綁鞋帶一樣一個S型的綁法 好 那我們就把它拿掉囉 這四條心就是我們調整長度的關鍵 伸出我們想要帶的那隻手 直接做一個配戴 這 假如說我想要讓它再更緊一點 不會晃來晃去的話呢 我量出來的長度可能要轉掉這一節 不過要怎麼拉近呢 這兩條往前搭 有沒有發現它變短了 中間不是有個塊隆起嗎 把這條線往內推推進去 推進去之後這兩條其實會往內綁 我們先把它拉直 之後呢這邊我們再依序把它拉近 然後它這邊被拉掉了嘛 那我們這條線之後就變短 稍微再把它用力拉一下 讓它這條線都一樣長 拉好之後呢我們會再去試戴一下 我們現在已經調好我的手長囉 首先呢我們會先分A邊跟D邊 或者是直接分左右兩邊都可以 假如說我今天要先反射側的話 我會先拿右邊的這一條 轉過來 這一條呢左邊的我們會壓著它 反回來 從另外一邊的出口出來 我們拉完 變得有點像我們一開始蝴蝶蝶 只是中間多了四根的那個心 把它拉起來之後啊 會分上下 從這一條 因為它壓著它嘛 它這樣繞上來 它就是上 這條因為它繞過中心點 然後呢 繞過中間這一條之點之後啊 它的線是往下 下 要負責跑到上面 也就是要把它轉上來 這一條原本是上面的 我就要壓著它 繞到它後面去 然後我們就拉一下 有沒有看到 我們再講一次 原本是往上的對不對 它這邊突然就變下去了 有沒有 跑下去了嘛 這邊在下囉 原本在下它就跑上來了嘛 那一樣喔 來 反轉 一直重複 壓下去 走上來 這個地方跟剛剛上面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呢經過兩點都它會回來 這樣 下 朝上 然後 這樣子 如果說我們繩子想要讓它可以容納更多的一個小技巧就是 你要拉緊配到最底 這邊的繩子是不是多更多空間 讓我在綁的時候就可以多綁至少2到30公分的繩子進去 我們現在已經拉了一半了對不對 其實還有一個小小的技巧就是 做這樣的動作 一個類似像波浪型的動作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我們前面有拉緊 拉緊的時候它裡面就沒有空隙 那沒有空隙的話 它在帶的時候這邊就會很不舒服 會有點卡卡的感覺 那如果說我們做這個動作的時候呢 一來 可以讓繩子的空隙感啊 有適度的放鬆 讓它有個柔軟度在 二來呢 是你戴起來的時候啊 它的舒適度啊 會更服聽你的手腕喔 我們現在拉到後面這一段了嘛 這個地方呢 我會先保留 不要急著保 讓它順好看一點 讓它順鬆一點 你再試一下喔 有時候你先量裡面那四條線的長度的時候啊 它未必是剛剛好我們帶起來的舒適度 我們從這邊側面看好了 因為它有兩條線再去拉 它的厚度其實會變成是兩倍 如果說你沒有預留好空間 像我剛剛講一隻手指頭進去的情況下的話 你可能綁完之後發現說 哇太小 甚至會覺得有點悲 我們現在綁起來這樣的話 是非常合手的 而且不太會晃有沒有 最後就開始做結尾 當我們做到這樣子不會晃的時候 我們大概就是只剩一個 結尾方式很簡單 拉上來 壓回去 我們拉一點點 有幾個結尾方式 一個呢是直接從後面繞進去 打一個反結 這種反結它會卡這邊 會卡這個關節 讓你帶起來很不舒服 我的做法都是直接拿刀子有沒有 切一下 我會稍微多留一點點 我們要用燒的方式把它燒進去 我們就這樣燒得軟軟的有沒有 然後用尾巴這樣壓一下 讓它去吃邊邊有沒有 這樣它就可能咬住了 那就完成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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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